哈囉各位 歐洲的朋友們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呢 得到了一個非常強烈的戰力 沒錯 就是我們乾爹抖了這100顆蘋果 要讓我們來抽這一次新出的現金道具 這次的現金道具呢 叫做什麼名字來著 我看看 其實我還沒特別看過 什麼來著呢 他好像也沒說這個戒指的名字叫什麼 對不對 全新戒指 雖然我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啦 不過他這個感覺像是賽聯的戒指 因為他對應的是賽聯的四個階段 黎明、正、午、夕陽跟午夜 所以簡稱他是賽聯戒指好了 那這個戒指呢 他其實還蠻不錯的喔 對呢 他有四種不同的功能 有增加逼傷、有增加無視 還有增加BUFF時間 以及增加這個回血吧 不過這種四種戒指呢 他比較特別 他不能大家都戴同一種戒指 他要分散 就是同一個隊伍裡面呢 他需要各種不同種類的戒指 才會提升該戒指的等級 那我們來看一下機率好了 好 我們這個賽聯戒指的機率呢 一顆是0.15% 對 0.15% 然後四個加起來有0.6% 也就是說有0.6%的機率可以中一顆戒指 也是100多顆才能夠中一個 幸運箱子裡面 黃金箱子裡面呢 總共有20%的機率可以中到這個賽聯戒指的某一顆 那最貴的應該就是B商的那一顆 夕陽 那我自己本身是比較想要夕陽更加無視的五頁啦 所以今天目標就是夕陽加五頁好了 那我們就來抽抽看這一次的戒指吧 怎麼破音呢 好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都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啊 那我們就走起吧 好 那我們這邊抽的地點呢 是24S的咕咕神社狗門旁 不知道為什麼在這裡運氣都不錯啦 走起囉 各位 十三星強化卷 暗黑合金護肩 強力輪回星火 那說一下 我們這個乾爹呢 他抽100顆中了五個戒指 中了五個啊 希望我能夠超越他 呃 前十顆已經GG了 什麼 什麼不妙 別講這麼不吉利的話 啊 我們十五顆抽完 什麼都沒有 如果我現在只是想抽一張椅子的 我已經沒了 人已經沒了 暗黑輪回星火 銳智葫蘆 完全不需要啊 我已經所有角色都200等了 可惡 抽了這個不知道來幹嘛了 可是如果懸賞的話 那個也是蠻有價的 黑 哎 漆黑的BOSS飾品碎片 不賺好不好 二十顆結束 目前 有點慘 拜託 別再給我奇奇怪怪的 不 房具變蠻香的 現在也沒什麼用了 拜託 我們要的是那個 特別戒指啊 而且也要細揚的 如果抽中其他的 其實會有點無奈 來吧 好 三十顆抽完 繼續 不會吧 0.6%機率 照理說 應該是 不 裡面竟然塞了這個 可惡 嘿 嘿 嘿 啊 我們四十顆已經抽完了 我突然開始覺得有點恐怖 十二星 銀花也來兩次了 而且都沒有什麼上廣的感覺 不 五十顆 五十顆抽完了 這已經久違的這個帳號來抽了 可惡 不要給我切碎片 來抽蘋果了 應該要有那個歐氣在才對啊 一張 航海獅 黎愛心 能量硬幣 嘿 完了 四十顆 六十顆已經抽完了 怎麼這麼空虛啊 哈 中一個吧 十三星一直來 沒有用的東西 沒有用的 你有抽喔 Joy你有抽喔 你有抽這次的戒指喔 哈啊 啊 東西滿了 尷尬 還有 拜託 至少給我們一個吧 來一個 哇 好不容易有這個 居然噴了一個露西打 靈魂寶珠 可惡 繼續 我還二十顆呢 我不放棄 什麼LCD 怎麼可能會賺 完了 剩十顆了 不要 不要 一百顆就這樣子沒了嗎 啊 守護天使 綠水靈的戒指 最後一個 海底囉 一百顆 零 不 我們一個戒指都沒抽到 大BOSS欸 幸運的金箱子 看看有沒有料 他是交換券 所以會在消耗籃對不對 好 好 拜託 好好好 好 擋著 他又在消耗籃對吧 拜託 等一下 先點掉 等一下 先點掉 拜託 消耗籃 欸 在消耗欸 恭喜分身PART1 從幸運到金色祥賜 獲得 新歷史詩新強化卷 更 正亡了 這還是金箱子裡面最愛的東西 很像欸 這消耗籃 應該是有料才對 好了各位 看到這個抽黃金蘋果的慘樣了嗎 你們還敢抽嗎 不行了 不行了不行了 好慘喔 抽了一大堆奇怪的東西 人生 這是充滿遺憾的 好啦 如果覺得這支影片不錯的話 記得追隨起來啊 欸怎麼會這樣啊 怎麼會這樣 一百顆什麼都沒有欸 好空虛喔 我想說我們可以抽一個無視戒指 而且那個戒指我可以傳艙啊 唉呀 可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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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煚 你好